昨天有些人说我太贪心了 直接搞房找人 两百多块钱就到手了 有些人说我这个不划算 一小时大 这要搞到五十块钱上能费 其实到后来 这不还是到我手上 他今天要叫我过来搞了 因为他跟那个物业已经谈好了 这个费用物业数 到时候物业再扣那个私工队的钱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好了 所有东西 过来帮忙搞一下 昨天呢这个马桶只是这样放回去 先给他去用 也没有打叫 今天要重新拖出来 我那个老先生刚刚还在问 怎么又是你们来呀 昨天不是说价钱没弹拢吗 这次呢这个钱是他们物业出的 哇 干真 你看我今天带了一个110的缩口直接 这个长度插下去的话 真的刚刚好 我也不愿意怎么去改它 不套这一节的话 他那个法兰签塞进去太松了 必须要套这些管 很多人说装了 为什么还会漏水 就是因为他这个阶头忘记套了这一条110管 你要套上这一节才不会落水 就这样 把长度给它割掉 现在管口给它打磨一下 之前不是很平 现在插下去的话已经到底了 全部有两阶道了 我看一下我上面还是要把它切掉 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套一节110管了 如果这个阶头是插的比较深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套一节110管加上 现在缩了广径 我这个法兰签要把这个底底部给它掰掉 这样才能放得进去 但是我发现插进去之后太紧了 非常的紧 先要拔出来 很难拔 有些人还在担心这个法兰圈会不会掉进这个排污馆里面去 插进去的话是非常的密封的 最后呢还是老车办法把这个东西给它取出来 因为我还要上胶水给它粘上去 本来这个火要是昨天能弹笼的话 基本上昨天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还好不是很远啊 就五六公里 虽然说我要跑两趟 但是也是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这些辅料 这点好像都会多多多么样了 如果你们家的马桶装的时候发现有断层的 就是说排污馆低于地面呢 都可以用这种缩口直接110的给它接上来 你看其实这个洞 堵不堵都没有关系的啊 不堵它一样的用 但是还是给它堵一下吧 比方黄水 听话的优量 有些师傅呢 他在评论区说买一包土肉王才5块钱 那为什么我买这包需要花了20块钱呢 但是那个老板娘跟我说这种是比较好一点的 不过它干起来真的很快 稍微不注意的话一下子就干了 所以搞这款的话速度还要快一点 不快一点的话一下子就干干了就没用了 肯定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搞一个这个移位器给它移过来 移过来的话这个马桶就比较正宗了 移位的话你必须还得要再砸地板啊 给它砸伸下去那个移位器它才移得过来 而且移了之后这种红星马桶我也不知道 空水有没有影响多多少少有一点 很多人老是说这个胶泥不黏 你就说你拆出来的时候 这里面有水分还有一层灰尘这层 没有把它处理一下就这样搞上去 这个你全部搞到灰尘的话就等于没用了 你什么样的胶泥或者不虑胶泥到灰尘里面 你这货一下你自己还能不能用 今天我就是遇到一位业主他自己装的嘛 然后把整个胶泥 黏到全部是灰尘 结果跟我说这个胶泥不黏 那我一看这个胶泥都黑乎乎的了 它还能黏吗 所以这些还是需要有一点专业知识才行 你看一下这个胶泥黏不黏 拿都拿不出来好不好 我都还没有压 等一下用马桶稍压紧的话 一小拿都拿不出来 老师说不黏不黏 你看法兰圈底部那一部分呢 我是用搬手刚刚给他搬掉的 如果是套110的广 就不用掰掉刚刚好 但是现在已经说近了 就必须要把它拆掉 要不然他就套不进去了 现在把马桶翻过来压一下 就非常紧了 这个胶泥就是压的越紧 它就越黏 还有一个就是安装的问题 有些人说我看不到 其实你看不到的话 你就叫一个人在下面看一下 是吧 这样的话一个人看一个人装 就非常的好装了 一个人的话 你就凭感觉 它的中心点在哪里 你要是管个屏的话 你可以直接推过去 基本上就一下子就下去了 不过后面 我们得稍微给它抬一下 要不然你一推过去 马桶它本身就比较重 哐当一声 它就直接下去了 好了 现在就试一下冲水 我还没有打玻璃胶 如果漏水的话 现在一冲 它就绝对会漏出来了 我都冲了好几次了 发现没有漏水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给它打上玻璃胶了 你看现在除了 它不是很正宗 稍微有点靠右 但是用的话一点都不影响 好了 现在给它打完玻璃胶 这个马桶总算是大功构成的 现在还要去找乌烟那边收钱 还要让我给它开一个收据 我都好几年没有开过收据了 这种收据买到现在应该有两三年了 都没有用完